大家好,我是冠軍 12月2日,川普和蔡英文通話創下台美斷交37年以來 美國準總統與台灣總統通話首例,引起全世界關注 本來這次通話台灣是想完全保密 但沒想到川普團隊自己率先發出新聞稿 川普自己也在推特上發文 台灣總統今天打電話給我,恭喜我當選,謝謝你 欸,這看似簡單的一通電話 要不要猜猜看大家的反應是什麼呢? 首先最好猜的是中共當局的反應 當然是抗議囉! 外交部長王毅不願意破壞中美關係 所以他這樣指責台灣 這是台灣方面一個小動作 根本改變不了國際社會一個中國的格局 再來,第二好猜的是美國體制內的文官和主流媒體 他們說這是一個菜鳥犯的錯 國務院表示,川普當選後 與多位國際領袖聯絡都沒有國務院人員陪同 也沒有遵循外交指導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回應 美國對台灣基於美中三個公報 與台灣關係法的一中政策的立場不變 然而,美國政界重量級人物有許多不同的聲音 準副總統彭斯在ABC寶博節目上說 川普政府國務卿候選人之一 川普則推文反酸媒體說 真有趣 美國賣給台灣數十億美元軍備 但是我連一通賀電也不能接 最近,川普屢次在推特上 反擊不合邏輯的傳統做法 又批評中共在南海建造龐大軍事設施 評論認為,這是川普初次展現他的對華政策 川普的中國事務顧問白邦瑞告訴CNN 他想要跟中共談判一個新的協議 顯然這通電話就在履行他的承諾 他想要撼動中共 川普將非常堅決 他在提醒中國 現在需要在北京與華盛頓之間來一場對話 川普的態度印證了他的兩名顧問 Navarro跟Grey之前在外交策略雜誌上的文章 文章中描述了川普對華策略的藍圖 這兩位顧問也批評歐巴馬的重返亞太策略 是雷聲大與點小 他們說,川普將採納以實力求和平的策略 擴大美國海軍 更強而有力地回應中共在南海和東海的領土主張 宣誓美國在亞太的地位 美國Ithaca College文理學院院長 政治學教授王維正表示 這件事情對兩岸關係不會有太大影響 因為兩岸目前基本處於冷和階段 大陸可以把這件事定位為美國總統當選人的一通私人電話 如果硬要把這件事情升級 對大陸來說也是不治之舉 看來川普當選後 國際關係結構真的開始在改變 美國的對華政策方向應該不至於有太大變動 但是台灣與美國領導人以後 可能會有更直接的管道聯繫 台灣也可能會有更大的國際空間 這對於民主台灣來說是一個難得的契機 國際交易,全民是二年前 大陸,糸,糸 香港機靈,糸 明天舞,糸 地,糸 到沒見 任何零件 在天賓